同学您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学习与游泳相关的知识了 在这节课中 我们将进行游泳课的序论部分 对游泳这项运动进行初步的了解 从而带领大家顺利进入游泳学习的课堂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竞技游泳的内容都有哪些吧 竞技游泳是以运动员游进的速度快慢 论胜负的比赛项目 它包括出发 途中游 转身 和终点出臂技术 以及私游泳 洋泳 蛙泳 蝶泳 四种泳士 和由四种泳士组成的混合泳 了解了竞技游泳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国游泳的运动发展的状况 我国近代游泳运动是19世纪中叶由欧美传入并逐渐流行起来的 开始在香港及沿海等地而后传进内地 据资料记载 自1924年第三届全云会起 均设有游泳项目 为鼓励运动员刻苦锻炼 努力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国家体委于1956年制定了并颁布了游泳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以后曾多次修订 2000年的6月又颁布了新的游泳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游泳是奥运会的传统项目 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奥运会游泳的发展概况吧 1908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了第四届奥运会时 成立了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 审定了各项游泳的世界记录 并制定了国际游泳比赛规则 规定比赛距离单位统一用米 自由泳设100米、400米、1500米和4乘200米的接力 洋泳设100米增设挖泳项目200米 191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五届奥运会 开始把女子游泳列入了比赛的项目 在1952年国际游联决定增设了蝶泳项目 把挖泳和蝶泳分为两个项目的比赛 从此竞技游泳发展成为了四种勇士 游泳规则随着技术的发展多次进行修改 比赛项目逐渐增加 到1996年第26届和2000年第27届奥运会时 游泳比赛项目达到了32项 游泳已经成为奥运会比赛奖牌数 仅测于田径的大象 为了促进世界游泳的迅速发展 决定在两届奥运会之间增添世界游泳锦标赛 每四年一届 国际游联从1990年开始举办了世界杯短持游泳系列赛 比赛约在每年的11、12月份至次年的12月份 在25米游泳池里进行 从1993年起 国际游联又增加举办了世界短持游泳锦标赛 每两年一届 到2000年已经举办了五届 了解了奥运会游泳的发展概况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竞技游泳的项目 比赛必须根据国际游联颁颁布的竞赛规则进行 包括自由泳5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和1500米 洋泳包括100米和200米 蛙泳包括100米和200米 个人混合泳包括200米和400米 自由泳接力包括4乘100米和4乘200米 混合泳接力包括4乘100米 25米短持游泳比赛中 还增设了50米洋泳、50米蛙泳、50米蝶泳、100米个人混合泳 4乘50米自由泳接力和4乘50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 在2015年喀山市场上新增设了男女混合 其中增加了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 游泳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血液循环系统的机能 人体处于平沃姿势 下肢、腹部与心脏基本位于同一水平 减少了重力对血液循环的影响 加上水的挤压作用 有利于下肢及腹部静脉血液的回流 有利于心室充满回心血液 这对于提高心脏的泵血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心脏会出现明显的运动性增大现象 表现为心腔溶积大 心脏收缩强而有力 这是其他运动项目无法完成的 游泳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呼吸系统的机能 水的密度是空气密度的800多倍 在水下 深度每增加1米 每平方厘米面积上承受的压力 就会增加0.1千克 人站在其胸深的水中感觉呼吸急促 就是因为胸腔大约承受着12-15千克的水压力 这种压力使游泳者的呼吸 比路上的呼吸要费劲得多 经常进行游泳锻炼 可以增强呼吸机的力量 增大肺的容量 游泳运动员一般可达 可以达到4千到6千毫升 优秀游泳员可以达到7千毫升以上 这样看来 游泳的确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在今天的训论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 经济游泳的内容 奥运会游泳的发展概况 经济游泳的项目和游泳的价值等4个方面的知识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相信你已经对游泳运动有了初步的了解 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泳学习中 本节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